在2009年奥特系列大电影《超音和传说》中 大家熟知的绝大数的奥特曼都将露脸 除此之外还有众多的年轻奥特战士 加起来将近有100名奥特战士的登场 这是当时电影最大的看点 但是上映后大家才发现 大部分的奥特曼都是来打酱油的 那为什么在这么多奥特曼里面 没有人气和口碑都很好的迪迦呢 作为本片的导演 版本浩一在前一段时间的采访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主持人问到 戴拿都出现了 迪迦和盖亚为什么没有 那几个奥特曼可以说是三人小队呀 这让很多观众有点怀疑 难道这其中有什么含义吗 版本导演这样说的 这当然不是了 这几位奥特曼的世界观是不一样的 迪迦和戴拿是一个世界观的 但是盖亚又是另一个 这部作品是以M78幸运光之锅的故事 为主题的 与上面这几位世界观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戴拿TV版在接受的时候 进入了时间的次元里面 踏上了旅途 所以在这个里面 就像打破了次元之门 来到了这里 也是一种特殊的登场方式吧 这是第一次进入M78幸运的世界观 也是本作这样设计的目的 经过版本导演这样一说 大家应该明白了 为什么里面没有迪迦和盖亚了吧 那我就有个问题 想问版本导演了 在大决战超奥特8兄弟最后的时候 成为宇航员的大鼓 带着丽娜和自己的女儿 飞鸟一家 我梦一家 驾驶着宇宙飞船 在早田进 昼星团 香秀树 北斗星司等人的霍航下 飞向了奥特之星 这个你怎么解释 这是另一个平静世界呀 第四季 来